男人手拿油枪灌进了嘴里 但这不是油而是水 在未来世界 地球的水资源愈发匮乏 想要喝水 就要去到加水站 像加油一样付钱买水 水价甚至比油价更贵 底层人民买不起水 就只能靠酒解渴 欧叔带着儿子女儿 住在集装箱改造的房子里 虽然他们名下有很多田地 可因为没有水源 良田都渐渐变为了荒地 填饱肚子也只能靠一些半加工食物 所需水分也由此摄入 欧叔和儿子每天会长途跋涉 给附近的水厂工人送物资 依靠这样的零工维持生计 有空的时候 欧叔会和头头套进口 希望以后水厂能将水源开发到 自己家的那片荒地附近 但奈何欧叔手头紧张 并没有多余的钱财赂偷偷偷 每次都会被对方拒绝 一天在返回家的路上 驮运物资的毛驴因为长期缺水 不堪负雷倒地不起 在这贫瘠的土地上 毛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为了减少毛驴的痛苦 欧叔强忍不舍开枪送走了他 可没有毛驴 欧叔的工作就没有办法继续 没办法 他来到了小镇的咸鱼市场 花高价买了一台二手机器驴 回去的路上 两人来到加水站买了一桶水 欧叔渴得不行 提起油枪就往嘴里送 这一小口水的价格就高达一百块 可即便已经口袋空空 欧叔看到路边用孩子求水喝的夫妻 还是会好心地分给他们一些 刚回家不久 女儿新交的男朋友小帅就飞驰而来 这次来就是想要借用 欧叔刚买的机器驴 但欧叔看着小帅 一脸不相信家嫌弃 果断拒绝了他 并且阻止女儿小美继续和他交往 几天后 欧叔发现原本上锁的仓库 出现了被撬开的痕迹 打开门后 原本在里面的机器驴也没了踪影 回想起小帅找他借驴 欧叔觉得一定是他 把机器驴给偷走了 于是他找到小帅的父亲 对方告诉他 小帅一大早就出门送货了 很明显 偷东西的无疑是小帅 欧叔拿起枪赶往水厂 打算要回自己的机器驴 没想到刚到山上 就被人偷袭鸡晕过去 你见过用沙子洗碗的吗 在未来 地球水源已经极度匮乏 想要喝水 必须去到加水站 水价比油还贵 为了赚钱 欧叔购买了机器驴 用于给水厂工人运送物资 可万万没想到 才第二天 就被人偷走了 为了找回吃饭的家伙 欧叔顺藤摸瓜来到山上 可突然就被人偷袭 打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被一群壮汉 拿刀包围着 这些人正是水厂的工人 他们质问欧叔 为什么要用机器驴 偷偷运走他们的物资 欧叔百口莫辩 说自己的驴早就被偷走了 但这群工人都不相信他的话 甚至还对他拳打脚踢 好在欧叔有点子功夫 夺过工人的匕首 才逃出包围 天刚亮 欧叔找到了 还在熟睡的小帅 接着就将他绑了起来 带着他牵着驴 准备将他偷走的物资 还给水厂的工人 好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天气炎热加上长途跋涉 两人已经严重脱水 在小帅的劝说下 欧叔同意停下来稍作休息 还好心地给他松开绳索 结果小帅趁欧叔不注意 用石头将他砸昏 然后又拿起烈酒猛罐欧叔 直到他被烈酒熏得脱水而亡 姐弟俩因为父亲的离世悲痛不已 小帅则把欧叔的死 全部归咎于机器驴 毫不知情的两人 还傻傻地打骂机器驴 没有了欧叔的阻止 小帅成功迎娶了小美 然后继承了欧叔名下的荒帝 为了不让他们继续荒废 小帅来到水厂找到头头 拿出刻有头头名字的匕首 威胁对方将水源往荒帝的方向开采 否则就诬陷是他杀了欧叔 因为恰好那天两人起了冲突 所以大家一定会相信 见此情形 头头只能答应小帅 很快水源引到了荒帝 在小帅的精心耕种下 土地中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小麦也很快接出了麦水 看着金灿灿的麦田 小帅非常高兴 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但好景不长 银行的人闻须而来 声称这片土地欧叔之前已经抵押 现在他们要收回土地 看到自己刚刚种出的果实 小帅当然不会放手 为了赎回土地 他又开始了歪门邪道 他骗走好友的孩子 拿去卖给人贩子 没想到对方不仅带走了孩子 还为了保密将朋友一枪打死 小帅因为及时躲避逃过一劫 而机器驴在这场枪战中 被打得千疮百孔 系统都激进崩溃 求生功能让他启动了返场程序 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机械厂 老板看到名牌上的号码 打电话联系了欧叔的儿子 工厂在维修机器驴时 发现他的身上 还装有行驴记录仪 可以看到之前发生的一切 这是未来世界的智能机器驴 刚刚的一场枪战 他被打成了筛子 开启了自动返场程序 厂长通过名牌上的信息 联系到了欧叔的儿子杰克 赶到工厂时 厂长让杰克查看行李记录 一找找事故发生的原因 杰克仔细翻看录像 看到了曾经父亲 暂时时的点点滴滴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可随着录像的播放 杰克看到了 小帅谋杀父亲的画面 这让杰克不敢置信 原来杀父仇人 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同时他还看到了 小帅陷害自己朋友的过程 杰克就此黑化 回到家后 杰克并不打算将真相告诉姐姐 而是独自一人 开始筹备复仇计划 他先用小帅朋友的语气 模仿自己写了一封信给小帅 称自己还没死 让他带点食物 来山上接激一下 小帅半信半疑 但又害怕事情暴露 于是按照信中 地点来到了山上 但一个不小心 就踩进了杰克布置好的陷阱 就此摔断了右腿 他痛苦地嚎叫 就在此时杰克一脸冷漠地 出现在他的上方 看到杰克手中的石头 小帅明白了 杰克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他又开始装可怜 企图让杰克心软 看着姐姐的份上原谅自己 但不管他如何哀求 杰克都无动于衷 随后直接举起枪 为父亲报仇血恨 然后为了掩饰这场复仇 杰克删除了机器驴的录像 之后就带着他回到了家中 随着麦田里的麦子渐渐成熟 杰克也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姐姐小美也接受了 小帅离开的事实 经过两人的经营 广阔的土地也给了丰厚的回报 生活也过得有声有色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一个残酷却又完美的故事 善与恶永恒共存于人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告诫大家在做每个选择时 都不要抱有侥幸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年轻人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